代狀泡疾 在民間是一個知名度相當高的疾病 代狀泡疾在民間是一個知名度相當高的疾病 傳統上我們把它叫做皮蛇 或是把它叫做一個飛蛇 它是我們小時候的水痘病毒 在身體裡面殘存之後 在你免疫力比較低的情況下 所跑出一些症狀 大多數的代狀泡疾在初期發生 會先以疼痛或全身不舒服的方式 來做一個表現 大多數在一個禮拜內會發生 不過在文献當中甚至有痛了兩三個月之後 才發生這樣的一些現象 所以如果患者本身有那種單側性的疼痛的時候 事實上你就要想到這個疾病的一些可能性 不過單側性的疼痛真正會變成代狀泡疾 在追蹤當中大概只有4%的病人會產生 所以除了單側性疼痛以外 你可能還是要注意在這個疼痛的附近 是不是有產生任何的皮膚的一個 這個異常的疼子 不管是紅疼或是凸起來或是水泡 甚至是潰瘍 那這種情況都有可能產生 大多數人疼痛出現之後呢 疼痛感會開始改善 可是有少數患者呢 這種疼痛症狀會變得相當的嚴重 越來越嚴重 甚至呢它可能會欺騙到某些重要的一些器官 譬如說像現在眼睛附近 它有可能起失眠 如果現在你的這個肛門附近呢 有可能起大小便的一些失禁 當你有身體有單側性的疼痛 有合併疼痛部位的一個皮膚的疼子 這樣的情況下特別發生在這個頭頸部 或是這個生殖器密尿道附近的話呢 要特別小心 而且越早治療呢 它的癒後越好 那特別是在於疼痛的 後續的這個預防上面來看的話呢 早期的機器的治療跟預防 事實上相當的重要